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枫 自从19年东风17导弹经验亮相之后 我国在高超音速飞行器等航空航天新技术领域上的发展速度就越来越快了 先后突破了助推滑翔模式的高超音速武器 超燃冲压原理的发动机 以及腾云那种火箭、冲压、涡轮组合、循环动力飞行器等等先进技术 这两天,又一项具备世界领先地位的组合动力火箭宣告试射成功 我们的航空航天工业水平又爬上了一个新台阶 西工大官方发布消息表示 由他们牵头与空天动力研究院等航天系统机构共同研发的TPCC原理火箭 首次试射取得圆满成功 所谓的TPCC也就是火箭、压燃冲压、超燃冲压、火箭组合动力循环 在国际上首次验证了不同动力构型之间的模态转换等相关能力 也突破了包括热烈喉道调节、高效燃烧等相关领域的关键也是难点技术 这也意味着咱们在航空航天的又一个领域上站到了世界的最前列 这次原理样机的试射成功 也给咱们今后拿出成熟可用的火箭冲压组合动力使用装备来做好了基础 此外 近日 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喷雾燃烧与推进实验室 新型发动机飞行演示验证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据报道 这种新型发动机是一款冲压发动机 这次实验实现了发动机进气道实现高效吸气 实现了核心技术的巨大突破 确保中国在该领域领先世界 据介绍 此次实验由两极火箭助推执行火箭发射后 发动机进气道实现高效吸气 工油系统将航空煤油雾化喷入燃烧室 点火系统顺利启动 燃烧室进入预定燃烧状态 弹头有条节锥 可以适应更大的速度范围 冲压发动机是一种需要在空气中才能工作的发动机 它不自带氧化剂 需要利用大气层中的氧气 普通的航空发动机在燃烧室前面有一系列的涡轮叶片 空气进入燃烧室需要经过这些涡轮叶片加压 但是叶片也会产生前进的阻力 随着发动机速度增加 叶片的阻力会不断提高 从结构原理来说 冲压发动机可以看作是喷气式发动机的一种 相比常见的窝喷或窝扇发动机 冲压发动机更适合2马赫以上的高速飞行状态下使用 而代价式飞行器需要先达到2马赫左右 冲压发动机才可以工作 否则无法保证足够空气压缩效果 这次火箭试射从原理上来说 与高超音速技术的发展是非常的息息相关的 所谓TBCC发动机简单的说就是采用火箭助推起飞 达到压燃冲压发动机效率最高的3马赫以上速度段之后 气动压燃冲压发动机 等到冲燃冲压发动机能气动的6马赫以上速度后 转入超燃冲压状态 一路将火箭推至空气稀薄的超高空以及12马赫以上的速度 再次使用火箭发动机进行入轨 采用这种模式主要是处于在大气层内飞行时 使用冲压发动机会比传统的火箭发动机有好的多的比冲表现 同时不需要氧化剂能提高火箭或者飞行器自身的推重比 这样一来TBCC原理的火箭就能携带更大更多更重的载荷入轨 当然这个组合动力可不是一下子安装4台发动机 在4个发动机之间来回切换 而是通过发动机变构型的方式 共享数个发动机来减少不必要的死重 所以如何切换发动机的工作状态 也一直是这类装备研制最难的技术 在突破了这种技术之后 我们今后航天发射的成本会降低非常多 也为开发空天飞机打好了基础 这种组合动力算是集合了其中各个模式的优点 所以用途当然不光是有民用的发射载荷入轨这一种 在军用上那同样有着非常广阔的前景 比如说利用这种组合循环技术 去做一款比现在的高超音速导弹们更加先进的远程高超音速打击武器 比如利用这种组合动力去掉最后的入轨火箭段 做一款超燃冲压原理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能够比现有的高石等有更远的射程以及更广阔的运用空间 再比如将这种火箭作为助推滑翔结构的高超音速导弹的助推段 也能轻松地实现更低的成本 更大的投掷质量 以及更好的弹道参数 现代高超音速武器有两种形式 高超音速助推滑翔器和超燃冲压发动机驱动的巡航导弹 与基于传统弹道导弹的高超音速助推滑翔器相比 超燃冲压巡航导弹的飞行高度较低 并且可以在大气层中进行机动以避免被拦截 西工大的这次新火箭试射成功 基本上是宣告了美国在一个与高超音速武器密切相关的领域起了一个大早 而又赶了一个晚级 类似于这种火箭组合循环做高超音速导弹的尝试 美国实际上起步是相当之早的 DAPAR做过不少的前期研发工作 也验证了这种原理的可行性 美国有70多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高超音速武器计划 但时至今日也没见到拿出什么真的实用化的可用成果出来 在过去12年左右的17次高超音速武器饰演中 有10次要么部分失败要么完全失败 6月30日 美国国防部宣布 在夏威夷进行的常规快速打击CPS高超音速导弹 圆形弹飞行测试已失败告终 该导弹也就是一种三军通用的双锥体高超音速滑翔弹 还比不上东风17的乘波体 其射程也就是1000公里左右 3月美军成功试射了吸气式高超声速导弹HAWC 由雷神技术公司制造 由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提供动力 然而HAWC在技术上却没有使美国追上中俄 关键的速度方面仅仅只有5马赫 属于刚刚进入高超声速武器的门槛范畴 而中国和俄罗斯方面手中都有10马赫以上急速的高超声速武器 当然通过这一系列的验证之后 还有一个发展方向就是高超音速轰炸机了 将起飞阶段使用的火箭改为普通的涡轮发动机 利用涡轮发动机加速至压燃冲压的速度 同时删掉对于大气层内飞行而言无用的入轨集火箭 它就形成了俗称TBCC涡轮机组合动力循环发动机 通过这种组合发动机 咱们就有了造一个最高速度至少6马赫 最大声线也超过20千米的实用化高超音速轰炸机的能力 这种能和导弹比速度 能和轰炸机比成本 而且基本上不具备拦截可能的新构型轰炸机 无疑是相当跨代的战斗力飞跃了 当然就单纯地将其做成成品 也是有非常广泛的前途的 具备了单极入轨的能力 也就有了做成空天飞机的能力 而现在天机作战 正是各个主要军事强国的发展重点 超燃冲压高超声速发动机技术门槛很高 可以说是未来天空飞行器的最核心技术 印度也研制成功了超燃冲压高超声速发动机 但是只能工作了5秒 也号称获得了重大技术突破 美国X-51的210秒工作时间距离技术实用化 仍有很大差距 而中国的600秒实际上已经达到了 可以实用化的水平了 美国人现在连最基础的火箭 以及超燃冲压发动机 可都还没有玩利索 而咱们现在高超音速武器是一款接着一款 这也算是美国现在工程开发能力下降 科研能力衰退 以及我们的能力一天强于一天的鲜明案例了 完成了这次原理性的试射之后 下面应该就要转入真正的实际开发阶段了 希望这种技术的真正成品 能够早日地完成研发投入实用 能够在不管是军用还是民用的场合 都发挥出作为先进原理装备的重要价值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